好的,那到了呀,元宵节,元宵节是哪天呀?过完年的正月十五,对不对?还是一月份内的,那我们说,大家知道元宵节的元宵什么意思吗? 我们只知道,我们只知道元宵是吃的那个汤圆的一个别称,但是元宵这两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呢? 其实呀,我们来看,元,我们来组词就好了,元可以组什么呀?一元钱,但是还有什么词呢?元元,元首,对不对?元首是什么意思呀? 一个国家的首领叫做元首,所以元首肯定指的是老大,是头,对不对?所以是在上面的,可以说是第一,也就是一个群体,一个团队里面的第一,那就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元。 所以呀,这里面的元就是第一的意思,那肖是什么意思呢? 哎,肖,哎,如果了解古代点,我们就知道,古代呀,有一个叫肖禁的传统,那肖呢,就指的是晚上,晚上起登了,那肖呢,就指的呀,就是晚上,所以说元宵节其实就是第一个晚上的节日,哎,为什么叫做第一个晚上的节日呢? 哪天的晚上,值得大家一起出来庆祝呀?哎,肯定是月亮特别圆,整个世界都特别亮的时候,才会出来庆祝,玩耍,对不对? 所以呀,第一个晚上的节日,指的是,其实是第一个月圆之夜的晚上的节日,对不对?哎,这下我们就把元宵节给分析清楚了, 因为大家知道,八月十五呢,中秋节,哎,最大的特点就是赏月,是有一个大大的月亮,所以呀,有,我们值得我们去赏月,那我们说,嗯,既然八月十五是月亮圆的,那大家就可以猜想出,其实啊,月亮每个月的运行周期都是一样的,对不对? 所以啊,每个月的十五十六那两天呢,月亮都特别圆,所以一正月的十五十六,月亮也特别圆,所以啊,元宵节的时候月亮也特别圆,而一年之中呢,正月也就是一月是第一个月,所以啊,他们是第一个月圆之夜,那元宵节呢,就是第一个月圆之夜的晚上,哎,这样的夜里的节日, 那我们这次啊,彻底知道了元宵节这个名字的来历,那我们就知道,元宵节啊,除了大家一起的吃汤圆外啊,肯定也有赏月的传统,对不对? 因为这天月亮竟然那么圆,啊,那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,哎,元宵节,看大家有在放花灯,同时呢,圆圆的大月,对不对?非常美丽,正是有这样的大月亮照着呀,天空才特别亮,所以大家才愿意一起在外面庆祝,对不对? 那我们说元宵节的有趣故事,我们来讲一个跟这个人有关的元宵节故事,这个人谁啊,有同学知道吗? 之前啊,如果选到我小姚老师下半年卡的同学,可能在直播里看到过这个人,对不对?那这个人叫啥? 元世凯,对不对?他是民国时候的一个大总统,但是他是个大坏蛋,大家都不喜欢他,为什么呢? 因为他是窃取了别人的位子,哎,就是脱了别人的位子,自己来当老大,所以啊,这个人呢,我也大家都非常讨厌,那这个人呢,因为他叫元世凯,所以说啊,他就是姓元的这个元。 那在他当大总统的时候啊,他就在有一年元宵节的时候,他就走到路上,本来准备去,嗯,可能想要下人帮他买点汤圆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元宵,买点元宵吃呢。 结果突然听到街上的人呢,在叫卖,卖元宵啦,元宵啦,元宵啦,哎,他就非常不开心了,为什么不开心呀? 我们说,中国特别喜欢谐音,对不对?哎,他又把这个元宵的元宵,听成啊,元,宵,哎,宵灭的宵,哎,他理解成啊,元宵,哎,那你这样说元宵不是就指的是让我元世凯宵灭吗? 啊,这不好,不好,不行,以后啊,元宵,嗯,这个东西再也不能叫元宵,只能叫汤圆,于是啊,在他当大总统的时候啊,就规定,不能称呼汤圆为元宵,只能叫汤圆,所以我们说这也是元宵节的一个有趣故事,对不对? 但是即使这样啊,最终他还被消灭了,因为啊,他做的不对,做的坏人,嗯,毕竟会招来别人的,嗯,讨厌以及,嗯,大多数人民的不支持,对不对? 人民如果不支持他,他肯定没办法继续当大总统,所以啊,最终还是被消灭了,所以啊,即使汤圆被叫成了汤圆,元宵还是不可避免,对不对? 对,所以这是我们所说元宵节的一个有趣故事,那大家知道元宵节还有哪些传统习俗吗? 哎,首先像刚才那个图片里面的挂花灯,对不对?可能啊,大街小巷都会挂起来这样的红灯笼,而且还会有在灯笼上写字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猜灯笼,对不对? 哎,经常元宵节到晚上啊,会挂上这样的大灯笼,灯笼上写上字笼,大家一起啊,去猜灯笼,可能啊,你的爸爸妈妈就很喜欢猜灯笼,等你长大了呀, 掌握了很多字了之后呢,你也可以去猜灯笼,好的,除了挂花灯呢,还有,哎,这在干啥呀? 在很多现在的大城市里可能已经见不到这样的了,但是啊,这是我们元宵节一个很重要的传统,哎,看这两幅图, 一个在,哎,这是什么?这是像什么动物?像龙,对不对?哎,长长的一条龙,这个呢,像几头大狮子,对不对? 其实啊,这下面呢,都是人在动,哎,这么多人,相当,甚至有十几个人举了这一条龙,还举了它上下浮动,让你从远处看哪,好像是真的一条龙在上下的浮动在跳跃一样, 那这个狮子呢,也是一样,别看一只小狮,大狮子,其实下面呢,是两个人,两个人分别用自己的脚,当做脚,然后这样的协调的动,哎,然后看起来,让大家看起来像一个狮子在跳跃一样, 所以啊,这样的五龙五师的传统,在中国,哎,传统文化里面,也是非常壮的一个,在我们古代啊,包括之前很多时候地方,现在很多地方可能还有保留,元宵节的时候呢,就会有这样的五龙五师, 如果下次啊,大家有机会的话,可以去相对小一点的,哎,小城市里,可能啊,现在元宵节里,还会保留这样的习俗,好的,你们说,这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,五龙五师, 那么我们接着过完元宵节该过什么节了呀,哎,大家知道刚上,刚开学,一般春季啊,刚开学没多久会放一次假,我们说啊,叫清明假,对不对, 其实啊,都是国家,啊,当时为了让我们普及传统节日,让我们提高最于,嗯,传统节日的重视,所以啊,就把这些传统节日呢,定为了我们的节假日,给大家一放假,大家就记住他了,对不对,所以有清明三天长假,那我们说,这就是清明节, 清明节,清明的,清明是什么意思呢,哎,其实清明的两个字是非常好听的两个词,表示啊,哎,清明非常干净明朗,对不对,因为春天啊,因为清明时节呢,往往呀,刚下过雨,或者正在下雨, 然后又是春天,春天一,万物都是万象更新的样子,对不对,又经过雨水的洗礼,所以一切都变得非常干净明朗, 所以清明最初呢,就是这样的含义,那慢慢的呢,清明啊,哎,是在,最开始呢,是在清明这个节气, 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,对不对,清明是之一,那在节气过的这样的一个清明节, 慢慢呢,哎,随着啊,啊,因为一个历史故事,开始有了祭祖扫墓的传统, 那我们来看看哪个故事呢,清明节关于建文公和戒子推的故事, 可能啊,之前听过小药儿直播的,都已经听过,哎,两次这个故事了, 不过有的同学还没有听过,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故事, 建文公和戒子推的故事,讲的是啊,建文公是,哎, 当时战国时候有一个国家的,哎,国王,他们的,国王叫建文公, 那他,嗯,在还没有当国王之前呢,他呀,被小人算计,于是啊,流离到了各个国家, 哎,在各个地方,嗯,一山破落了,在那流离准备啊, 极其更大的力量,能够来推翻现任的,然后自己来当上国王,对不对, 那在他还没有当上国王之前呢,他在各地流离的时候, 其实是有很多好朋友,以及他的好的臣子的, 那么戒子推呢,就是他的一个臣子, 虽然呢,他现在落魄了,没有那么强大的势力, 可是很多臣子呀,还是非常忠心的跟着他,对不对, 戒子推就是这样的一个,那当时呢,嗯,他们呢, 遇到了很多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候,都是靠他的这些朋友, 他的臣子来帮助他,比如有一次呀, 他们呢,遇到一个地方之后,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, 实在是太饿了,那大家都很饿的情况下呢, 戒子推呢,就割掉了自己腿上的肉,来让建文公吃, 哎,我们知道这样的行为,非常让人感动,对不对, 他既然在自己也很饿的情况下,割掉自己腿上的肉, 来让自己的国王吃,可见非常忠心耿耿,对不对, 所以说呀,就可以说,是对于靖文公来说, 非常重要,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臣子,对不对, 那靖文公我们说,等到他到时候当皇帝, 肯定要重重赏他呀,肯定到时候给他呀, 钱呢,车呀,房子呀,肯定各种好的东西都给他,对不对, 那我们本来是这样猜想的,可是呀, 偏偏这个靖文公他呀,他的记性太差,忘性太好了, 等到他当了国王之后呢,哎,自然要封赏他之前身边的各种的臣子, 对不对,哎,你们之前都帮过,我要现在回馈你们,回赠你们, 结果唯独给忘了戒子崔这个人, 那戒子崔既然被遗忘了,只好自己默默一个人走掉了, 那他就默默一个人走到了山里面,自己在那隐居, 这时候啊,靖文公突然想起来了, 别人在一提醒说,哎呀,您怎么能把这个人给忘呢, 他当初既然割肉来为您,不能把他给忘了, 哎,靖文公想起来,哎呀,这这这这这, 我怎么忘成这么大,觉得非常的后悔,对不对, 所以赶紧来重赏,于是啊,赶紧带着大队人嘛, 就像这样,去到了那个戒子崔隐居在那个山里面, 去准备把他给叫下山来,来重重赏他, 可是啊,戒子崔现在呢,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情了, 我们知道也不是因为怨恨,也不是因为失望, 而戒子崔本身这个人呢,他就是一个不慕名利的人, 他就说呀,我自己当初帮你,也不是图你将来能够回报我, 哎,我只是因为觉得我是你的臣子,我就要这样帮你, 所以现在你没有必要,而我现在不想在朝廷上当官, 我想隐居起来,哎,过这样逍遥自在的生活, 可是靖文公听了这样的话,就以为,哎,你肯定生我的气了, 你肯定是,哎,你肯定是在说一些气话, 那靖文公就不依不饶,非得让戒子崔下来, 那当时这时候呢,就有人给靖文公出主意, 说,哎,那国王呢,您可以这样,您可以放火烧山, 这样一烧山呢,他就逼着他不得不下来了, 于是啊,靖文公觉得这是好主意,放火烧了这个山, 谁知道,剧情神转折又出现了, 戒子崔啊,他没有被火逼的跑下山来, 而是啊,抱着他的自己的母亲, 真的活活被火烧死在了这棵树下, 我们说,听到这个故事,结局都觉得非常遗憾, 对不对,所以啊,当时靖文公知道这样的结局之后, 也非常的自责,本身呢,都在想要去帮助他, 想要去回报他,结果呢,又烧死了人家, 所以啊,肯定内心特别自责, 而且同时呢,他又非常,这会儿非常敬佩, 非常赞扬,戒子崔的这样一种品质, 这样一种不目名利,非常高级, 非常纯真的,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种品质, 对不对,所以啊,靖文公呢,就在这天, 把这天命名为寒时节,什么叫寒时节呢, 因为啊,这天是生活犯下的错误, 所以啊,这天大家都不能用火, 全国上下这天都吃冷食, 不能用火,不能烧火做饭, 只能吃冷的食物, 所以叫做寒时节, 用来纪念戒子崔这样一位人人一世, 那我们说,因为寒时节定在这天呢, 第二天呢,往往就有人去祭拜他, 对不对,第二天呢,就定为了清明节, 所以啊,寒时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, 尤其前一天晚上, 所以我们这下就知道了, 清明节呢, 往往是在清明那个节气, 而寒时节呢, 往往是在这一天的前一天, 最早呢, 清明啊, 只是因为在春天这样一个非常清朗明朗的日子, 因为寒时节这个故事呢, 从此啊, 以后有了寒时节, 哎, 这样的寒时, 这样的传统, 对不对, 寒时节, 接着是清明节, 好的, 那我们这下知道了, 那清明节有哪些传统习俗呢, 我们来看几张图片, 曾节是在干嘛呀, 哎, 这个是寄族扫墓, 对不对, 哎, 然后呢, 还有这个叫插柳, 那这个呢, 就是最早时候清明节习俗, 因为这是春天到来呢, 要插上柳树, 寓意啊, 万象更新, 升级勃勃, 对不对, 还有这个,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郊外游玩, 所以啊, 清明踏青, 因为啊, 这正是春天的好时候, 所以啊, 除了寄族扫墓的这个传统呢, 在最早的时候啊, 大家也会全家一起呢, 出去玩耍, 出去呢, 踏郊游踏青, 所以啊, 小朋友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在清明节这天呢, 去郊游踏青, 享受春天的好风光, 好, 那过了清明节啊, 就到了小吃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节日, 叫做端午节, 对不对, 这天啊, 大家又可以吃到好吃的粽子了, 那我们说端午呀, 就要提到了屈原这个人, 爱国大诗人屈原的故事, 我们说啊, 端午和清明其实有点相似, 他们两个呢, 都是最早就有这样的节日了, 但是因为有两个这样的人的故事呢, 慢慢改变了他的传统, 而端午节主要的习俗的来历呢, 就是因为屈原这个人物, 我们知道屈原是楚国当时的爱国诗人, 对不对, 他呀, 既是一个诗人, 也是一个官员, 当时呢, 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, 可是自己国家国王呢, 听信那些坏人, 听信那些小人的那些谗言, 哎, 他们说什么国王就做什么, 结果呀, 愣是快要把自己的国家给卖出去了, 看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攻击, 那屈原就非常的痛心, 对不对, 但是自己说什么国王又不听, 以为自己是小人, 所以呀, 他就非常的郁闷, 那在最后呢, 依然劝说国王没有办法, 而且看着自己国家眼睁睁的被外鼓足攻击的时候, 自己呀, 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切, 那爱国诗人, 屈原呢, 就在他所站在的密罗江边这样投进了江中, 我们说这是诗人用以身殉国, 对不对, 哎呀, 用自己的自杀这样的一种牺牲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, 可是呢, 人民呢, 知道屈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,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诗人, 就不愿意让诗人这样白白的, 对不对, 所以呀, 那人们就准备去打捞诗人屈原的尸体, 准备把它好好的安葬, 对不对, 所以人民呢, 就开着, 都划着小船, 划着各种粥, 到江里面去打捞诗人的尸体, 同时呢, 害怕尸体啊, 被水里面的那些鱼啊, 兽啊, 给吃掉, 于是呢, 就在水里面打了很多米啊, 还有粽子上的那种糯米啊什么的, 让那些鱼吃这些东西, 好让它们不能吃屈原的尸体, 对不对, 哎, 或者是啊, 撒进去熊黄酒来, 哎, 遮挡那些小鱼啊, 小虾什么的, 对不对, 所以啊, 这些呢, 就是慢慢的去打捞屈原这样的一些行为呢, 慢慢的延习下来, 每年都做这样的传统, 于是呢, 就成为了端午节我们这些传统, 对不对, 但是我们知道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, 那我们说, 因为屈原的原因呢, 端午节啊, 有了这样的习俗, 比如说呢, 首先是华龙舟, 对不对, 哎, 大家本来是华龙舟去打捞诗人的尸体, 慢慢的演变成了赛龙舟, 还有我们所吃的粽子, 本来呢, 是撒在水里面的那些米, 然后啊, 用这些粽叶把它给包起来, 叫做我们现在的粽子, 还有这个叫什么呀, 哎, 这个可能啊, 湖南那边同学就知道这个, 我们说叫熊黄酒, 对不对, 熊黄酒的传统啊, 一方面是因为屈原, 大诗人屈原的缘, 一方面呢, 因为熊黄酒本身就去失解毒的作用,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, 人们也会在这天喝熊黄酒来, 哎, 夏天快要来人家身上可能有很多需要解毒的地方, 对不对, 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是让它火气比较大呀, 或者什么呀, 就会需要喝这样的熊黄酒, 那这天呢, 大人呢, 往往会在, 会把熊黄酒涂在小孩的脸上, 哎, 我们知道熊黄酒是黄色的, 而且啊, 涂脸上的时候呢, 就会写一个王, 为什么要写一个王啊, 我们说哪种动物, 额头上是一个王啊, 老虎, 对不对, 老虎的眉头一皱啊, 就像一个王, 山大王, 所以啊, 就给小孩都写上王寓意啊, 哎, 都像山大王一样, 没有病毒, 哎, 没有各种疾病敢来侵扰, 这就是我们端午节的习俗, 好的, 那我们就说是粽子龙舟熊黄酒, 接着呀, 我们就经历了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, 叫做七夕节, 七月初七的七夕节, 我们说七月七出七, 哎, 七夕就是因为啊, 两个七, 而且呢, 是在晚上转过, 所以叫做七夕节, 七是晚上的意思, 那七夕节是怎么来的呢, 大家都知道是牛浪之女的故事, 对不对, 那牛浪之女到底讲的啥故事呢, 我们今天再来讲一遍牛浪之女的故事, 说呀, 最早的时候呢, 牛浪和哥哥相依为命, 哎, 那哥哥有了嫂子之后呢, 嫂子就对牛郎不好, 那嫂子呀, 就让逼着牛郎去干活, 结果干活放牛的时候呢, 牛郎啊, 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灰牛大仙, 那灰牛大仙呢, 就之后呢, 经常帮助他, 在之后呢, 灰牛大仙呢, 帮助下牛郎和织女就相识了, 织女呢, 是天上的仙女的, 那两个人呢, 慢慢熟了之后呢, 都非常的喜欢对方, 那慢慢的两个人呢, 结婚生子, 哎, 牛郎啊, 在外面种田, 那之女呢, 在家里纺织, 哎, 两个人生活得非常幸福, 对不对, 但是结果呀, 天上的王母娘娘就来了, 说呀, 天上的仙女不能和人家烦人成亲, 对不对, 所以呀, 王母娘娘要把自己的女儿, 要把侄女给带走, 那, 就要把这对夫妻给拆散, 结果呀, 嗯, 嗯, 侄女给带走的时候呢, 灰牛大仙呢, 就告诉我牛郎说, 如果呀, 等到我死了之后, 你披着我的牛皮, 你就可以飞上天去, 后来呢, 等到灰牛死了之后, 牛郎呢, 就披着这样的牛皮, 飞到了天上, 去追侄女, 结果呢, 马上一眼看呢, 侄女在前面, 马上就要追上的时候呢, 王母娘娘拔出头上的金簪, 这样一划, 就划出了一道天河, 这道天河呀, 把牛郎和侄女生生的隔在了两边, 对不对, 那两个人呢, 再也不能相见, 那, 可是呢, 两个人呢, 实在是真正的相爱, 那这一天呢, 于是呀, 很多喜鹊就被感动了, 那这些喜鹊呢, 就都飞上天去, 千万只的喜鹊呀, 都在这儿飞到天上, 搭起了一座, 叫做雀桥, 用自己的身体搭起了这样的雀桥, 让牛郎和侄女跨过天河, 在雀桥上相会, 于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夕的雀桥相会, 好, 那这下大家知道了, 关于七夕牛郎侄女的故事, 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, 对不对, 也是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, 那我们知道了七夕节的传统, 我们再来过一个八月份的中秋, 又到了七夕的日子, 新渐和李 envol馄女跨结, 感谢观看